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了我们与大陆无分别 傑斯出欲 称无意疑问 这里是我家 习近平要定经济模式 李克强终能做什么 美丽新香港客 港官讲话都越来越高深 越来越难明 与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二 日前在会议上 批评教育局当年 在通识科问题上缩骨 不接受教科书送审 导致香港年轻人太自我 与近期发生的MIRROR演唱会事故 等很多意外 都是由人为疏忽造成 故此要加强人格培养及品德提升 叶楼的言论引发网民热议 很多人表示 想极都想不明 通识科和蜡蜢之间的关系 反问 叶太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另一报道称 周五 立法会在讨论有关社会和谐 青年发展 和抗疫等以提示 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二批评 教育局当年在通识科问题上缩骨 导致2019年有年轻人被误导犯法 叶楼淑二更加不是要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更加是翻译错误 令年轻人误以为批判就是思考 他认为应该将critical thinking翻译性明辨思考 叶楼淑二又指 学生的德行很重要 过往本港教育太过自我 近期发生MIRROR演唱会 屏幕最下事故等多宗蟹人听闻的工业意外 怀疑很多是有人为疏忽造成 批评很多人没责任感 所以香港教育应加强人家培养及不能提升 叶楼淑二的伟论出街后 立即人来大批亡民热议 而自我等于发生骸人听闻的事 等于大型屏幕最下 Oh really 屏幕最下竟然是因为年轻人太自我 叶太你到底知不知自己在这里说什么 不明不明不明我真是不明 叶太你明不明我为什么不明 为了表忠东拉西且什么都说得出 在香港只要够癫够痴线就可以做官员 G20峰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继当众教训员加拿大总理都老多之后 继续扬威APEC 11月17日晚 他与泰国总理巴欲夫妇拍照后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与巴欲握手并扬长而去 让东道主泰族利尴尬非常 引来网民一片热议 有网民重提2019年 那么担他握手救思 17日德国商报记者皮尔 在Twitter上载一则影片 影片显示 巴欲在会场入口 逐一迎接各国领袖 其后与习近平夫妇合照后 伸出有手想和习近平握手 没想到习近平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就转身离开 巴欲一念尴尬摸了摸鼻 其后与妻子一同离去 这个影片在网上热传 有泰国网友批评 习近平是无教养的独裁者 都有网民讽刺表示 习大带再次扬威全世界 厉害 另有网民因此 联想起2019年 林郑慈山寺拒握仇事件 2019年 超人李嘉诚 捐资30亿的慈山寺 举行开光典礼 超过2000嘉宾出席 包括时任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 和当时的诸港代表 王志民 典礼上 超人特意拉起王志民的手 以便与林郑月娥握手 但当时林郑月娥 鸽视而不见 将目光转向另一边 令到李嘉诚及王志民 相当更加 当时有人认为 林郑月娥 致辞在中央得宠 目中无印 但另有分析认为 那个时候 香港政府还没完完全全向北京跪下 当时王志民积极干预香港事务 提出西环中环走在一起 在香港负责执行中央方针的中联班 表现越来越进取 想驾驭香港的一切 令当时作为一哥的林郑月娥 心非常不舒服 于是就算是超过做会 都无面子给 当时还有网民 带赞林郑月娥 Good Job 这名网民留言说 今次真是要赞林郑 林郑才是香港最高首长 这几年西环的低级警官 当真自己是最大 下下交特首怎么做事 是要翻台 可惜到最后 林郑月娥没有选择 赞到几百万香港人那边 而是选择向北京跪低 有一个不做要做梅仔 累到香港今天这样的田地 可悲可悲 立法会18号继续辩论施政报告 致謝动议 期间 以原者委进批评报告内 某些自然操作 与香港玉雅的社会格格不入 强调必须保留一国两制的价值观 否则样样都跟风 香港就好像内地二三线城市 东方报道指 触动借偉尊神经的系特区政府 在官方文件使用抢人才一次 他认为太操作 应用吸引 玩留人才较好 他说 最近有人反映 看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言后 觉得如果香港领导人 好像这类就好了 他表示虽然明白政府用字通俗 目的是令人容易明白 但是一个崇尚优雅和专业的香港社会 为什么一下子 变压这么操作 今次施政报告 采用抢人才 謝偉俊说 下下要抢 要打 要什么 那时变了我们和大陆无分别的了 不是香港应该走的方向 即使和大陆合作 都不需要牺牲香港这个越雅社会 他希望政府必须思考在一国两制空间下 香港是否可以港与内地不同的字眼 令香港不要一下子变得跟国内二三线城市一样 这个很重要 搞多少个峰会都无用 他最后形容 将香港的水换得太快 鱼是会死的 会跳走的 留人才要攻心 因为要保留香港过往价值观 即是崇尚优质、专业、开放和包容 不过 謝偉俊不抗拒清零这个大陆字眼 表示希望政府处备不要这么快清零 又质问大型基建现在是什么警方 高铁是否养老鼠 称洗濕了头的大型基建 就要想办法减少损失 维密利用 至于三岁分流 他建议政府考虑本小利大的措施 欲立即实施三岁零收费 市民一定会记得 网台D18主持 杰斯·韵耀星 18号刑本出狱 他早前被判专谋作出 具先动意图的作为 和洗黑遣罪性 入狱32个月 18号上午9点半 杰斯部出碧屋监狱 获得大批民主派战友 和家人接放学 据独立媒体报导 杰斯精神不足 他表示自己瘦了三十多磅 他向众人合实后 再逐一拥抱 还将右手放在心口称 最紧要内心平静 有人松上鲜花 曾建成则送上一罐着茶咖啡 杰斯向记者表示 自己心情平静 出狱后需重新适应生活 现在最想陪伴家人 他又表明无意移民 强调这里是我家 除非这个家不要我 那我就没办法了 现年54岁的杰斯被指控于 2020年2月之11月期间 在网上节目发表煽动言论 意图引起他人憎恨 或藐视中国和香港政府 洗黑钱指控 即是针对杰斯2020年2月 在网上发起千个爸妈 台湾助学计划 该计划协助受反送中运动影响的 香港年轻人在台湾读书 帮助他们交学费和生活费 甚至找寄宿家庭 杰斯D100电台的旧拍档 好友媳妇为杰斯名不平 强调杰斯的行为 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他只是在行驶公民应有的言论自由 筹款资助在台的香港年轻抗争者 都是展现应有之意 对于杰斯刑本出动 不少港人都很激动 很多人在直播下方留言说 看到杰斯那一刻 眼泪不其然流下来 不会忘记他所做的一切善行 感谢杰斯 感谢所有为香港付出的人 还有很多网友送上祝福 希望杰斯好人一生平安 正义永远站在你的一方 按照惯例 高级官员通常在明年3月 举行的两会之前迎流音 中共二十大后人士安排 表明焉音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可能接替李克强的总理职位 李克强根据宪法规定 在担任两届总理后 将于明年3月初的两会后下台 但是中南海新的经济决策团队 将承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缓解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 房地产危机的爆发 以及与西方国家入益紧张的关系 经济上国进民推会成为大趋势 人们在纷纷猜测习近平下一步要做什么 北京当局已经通过国企中 加强中共的领导地位 并逐步实现了在民企和外企建立党支部 特别是近期作为国企的中国联通 与民营网络巨头腾讯合资 切入新公司 另外中国移动牵手京东 中国电讯都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 新加坂的公司合议 让外界认为 这些迹象表明 埋下了可能将大型民企国有化的腹筆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 宋永毅就认为 习近平主张的是封闭落后的经济建设 包括他最近开始的公司合议 将私人企业变成一个公司合议的企业 然后再转化成为一个国营企业 去建立一个以计划经济 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整个社会经济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则说 中国是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政权 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加强共产党对外扩张 和对内镇压的实力 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可以市场化 可以让私营企业发展 当然都可以不让私营发展 但是最关键的是坚持中共的领导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台湾的中京院大陆经济所所长 刘孟津分析 李克强进入看守内阁 保鲜企仅成4个月 目前只能按照既有政策做 保持经济稳定 而且要等明年两会后 才有机会看到防疫政策调整 与大规模政策出台次的经济 获得明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